是一个安静和舒适的角落 让自己好好放松 可以选择坐在椅子或者地上 当准备好的时候就可以慢慢闭上眼睛 感觉一下身体和桌椅或者地面接触的感觉 感觉一下头部的感觉 双手的感觉 双脚的感觉 深深地吸一口气 然后用嘴巴慢慢敷出来 重复几次 现在我们可以回回正常的呼吸 观察一下呼吸为身体带来的变化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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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請你運用想像力 想像一下現在慢慢走入一個花園 花園開滿漂亮的花 也有很多蝴蝶 其中一隻蝴蝶慢慢飛近你 它輕輕地降落在額頭上面 好像羽毛一樣輕 它降落在你的頸上 肩膀上面 胸口 腹部 然後它飛到你的大腿上面 肩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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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大家拿回上次未完成的紙磚 這次我們會在最後一個空間繪畫 會以花為主題 有時候我們都會輕易錯過路旁的小野花 這次我們試下停下來仔細欣賞 我們可以在較長的弧線上開始 畫一個半月形 隔一些空位 在旁邊再畫另一個半月形 沿著弧線一直畫 如此類推 直至整條弧線都充滿了半月形 然後我們可以在每一個半月形上面都加上光環 有一個空間 然後再畫另一個地方 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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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著光環的外圍可以加上深型的花瓣 在自然中,花瓣會互相重疊 只要透過想像力幻想它的外形 在後面畫,就可以重疊的效果 我們可以隨時轉動紫磚 用一個順手的角度繼續畫 我們可以隨時轉動紫磚 閃繞練習是沒有分對錯的 只要跟著自己的心意就可以了 現在可以在餘下的空間畫上相對自由的線條 就好像食物的徑步一樣 中環交錯 也可以加上一些小葉子 用你的一敷一吸,連接你的一筆一畫 在餘下的一道中,可以在餘下的一道中 中间继续绘画 或者你觉得足够了 就可以停下来 可以拿起纸砖 用一只手臂的距离 欣赏画作 想邀请你反转纸砖 在一个喜欢的角落 写下一个字词 代表你现在的感觉 然后我们可以把纸砖反正面 将我们这几次的感觉 放回一幅画里 最后 构思一个代表自己的符号 或者昆虫 作为你的签名 看见到这幅画的时候 可以提醒自己 就算多忙 都可以深呼吸 腾空自处的空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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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